在世界杯的历史上 仅有三支国家队战胜过中国国家队 分别是巴西 土耳其和格斯大利加 也没有任何一个足球强国能够逼平中国队 即使是巴西这样的世界强队 也仅战胜过中国队一次 而中国队从未在世界杯点球大战中失利过 从来没有一支球队能够在世界杯上击败过中国队两次 而且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的丢球数 远少于巴西和以防守建长的意大利 在过去84年里 中国队在世界杯赛场上只丢了9个球 所以中国队是一支世界杯的世界强队